嘿大家好我是SIMO 嘿大家好我是熊號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可以看到我們的陣容組合啊 是一個雙塔陣容加上三分射手 那今天呢我們兩個都是火鍋店 店長跟副店長啊 就來看一下 對手的陰影面積有多大 那其實很多人都在問啊 台服到底什麼時候攻測 這個問題呢 其實還沒有得到任何一個正確的解答 不過日服呢就是11月16號就會公佈了 那如果呢你也會到日服先去搶先體驗一下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對方呢也是早川加火神 那不過第三隻呢居然是水護部 一個正中的中鋒 那面對到三塔 他們如果要守到三分射手日向的話 日向一組就有點難守了啦 不過在跳球方面呢 畢竟對方有正統的中鋒啊 欸結果也是早川出來跳 哎呀怪怪喔怎麼不是水護部勒 那這一個跳球 由對方的早川拿下 這時候對方的早川走到籃下旁邊 欸太明顯了吧兄弟 你就在這裡一眼看就是覺得要灌籃啊 我們直接給他刪下來 這感覺就好像是你在考試的時候 監考官站在你旁邊看你 你還在看隔壁同學是一樣的感覺啊 連續被蓋兩次的早川 第三次還是不學好 還要學人家灌籃 再給你扒下來 一個人連續吃三鍋 就問你還會不會覺得有點餓 不過不得不說呢我們家的早川 也是很會蓋啊 這個能里能外 都是有在看的 應該是有帶八倍鏡 日向非常相信我們 直接丟出一個三分蛋 但這個籃板被對方給搶了下來 球全又回到對方手上 火神在拉拉的時候 一個突破慘招撞挺 球全回到早川身上 這個球投出去之後 籃板終於回到我們這裡 球傳給眼裡 只有三分的日向 他果斷又出手了 這個籃板我們趕快卡好位置 早川想一個出奇不意的灌籃 殊不知火神看在眼裡 禮善往來也端了一個火辣辣的火鍋出來 早川覺得自己的八字很硬啊 硬是要進來灌籃 那這一球呢被他成功的灌進去 當然 身為一個成熟的男人 當你的籃框被灌時 你肯定也是要直接一個 跨步接球 Thank you very much 如果你覺得我是邊吃東西 在邊錄音的話 那麼你答對了 對方的早川呢 似乎也是聽懂我剛剛那句話 直接走過來超遠的距離大灌籃 我們家的籃框 瞬間變成像是鋁箔子包的一樣啊 這麼輕易就被撕裂了 不過我們還有日向 隨便投個三分就隨便追回來 早川應該也是想把他擋一下 這一球三分出去了 完了這個位置好像沒卡好 籃板果然被對方給拿走了 對方的早川又在外面 遊手好閒 接球之後一個假動作 走到罰球線上真的是罰球線起跳啊 編劇 不過還是會被蓋下來 哇那這個地板球很可惜撿不起來 火神這個田螺灌籃也是明顯到靠邊 這個扒不下來的話會被同學笑五年 但是地板球在他們手上 我們站得也太出來了 所以這一球也沒蓋到 對方直接一個 無限地板球列車循環 太猛了吧 我聽到捷硬的聲音 來了八卦三分蛋 這個日向一組的 終於把一顆三分給投進了 比分現在目前只剩下一分差 早川又來開我們家冰箱啦 數不知火神在裡面 但很可惜地板球還是在對方的手上 這時候早川走到外線 不會想要投外線的吧 完了 Skyhook 這一球呢完全沒有想到 水護部居然 突然的出手了 比分呢又回到了三分的差距 日向直接三分乾拔起來 但籃框底下好險我已經站好位置了 這個籃板由我掌握 馬上再傳回去給日向 我在籃下呢 假裝要求 失語壓力 結果球就 突然來了 那對方的火神也是看準時機 直接讓我墜落 高雄愛河 早川呢看起來是不敢進來了 只敢投外線 籃板還在我們手上 感覺我們的進攻啊已經當機了 日向的遲遲不肯出手 投就對啦 但他可能不信任我們的籃板 好吧這邊我再來測試一隻火神 媽媽我不敢了 下次再也不敢灌籃了 不過我隊友敢啦 直接把手從後面的玻璃伸出來 Magic 見證奇蹟的灌籃 就問你擋不擋得住 感覺這個灌籃還是很不合邏輯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對方的早川 真的是死鴨子嘴硬啊 但地板球還是在他們手上啊 蓋了這麼多顆 對方早川真的是打了禁藥啊 又上來啦 不過呢秋天已經來啦 建議你躺在地上的時候蓋一條被子會比較好 地板球還是在他們手上 水護部點餐 安排 哇我們家的這個早川真的是 觀察很敏銳啊 最後三秒水護部接球上籃拆炸彈 啊我真的是無言面對 我的大學老師啊我絕對不會說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水護部有接球上籃這一招當作藉口 我這邊也來到三分線幫忙打工擋一下 對方的火神啊 眼睛非常的銳利啊連續兩次假動作都沒被騙 結果我們一個三分蛋 守不到了吧 比分的來到了10比10直接追平還剩下罪扣的1分半 換誰進攻呢火神在罰球線持球一個fad away 這一球命中了 後仰的話基本上如果不貼近一點是很容易產生空位的 他打到現在我發現我們內線其實真的很難打 因為對方的火神防守能力是很強的 而這個三分球還卡我們早川有大招啊不然的話 這個籃板我可能是搶不到 比分的又回到了12比12我手上還是也有了一個大招對方火神也迫不及待大招開起來 但我們跳晚了所以這一球蓋不下來 打的還算謹慎的早川這時候接球直奔籃下 什麼那你 灌了進去啊 看起來是已經不相信我們的三分射手了是吧 比賽呢進入了一個白樂化的焦灼階段 雙方的防守能力都算是蠻不錯的 籃板呢又被對方的火神給拿走了要小心水護部的 Sky Hook 火神也有可能一個後仰 我們這邊三個人一起起跳 空中 巴雷 三人干擾 干擾力成三 怎麼可能彈不出來 漂亮 早川強下這個籃板我趕快到場外回場 交給日向 上吧日向一族 來了前凸後翹三分蛋 4 3 Perfect 哇哦比分的直接拉開了三分的差距 對方的早川急了 年輕人終究還是年輕人 拿到球就投 籃板呢回到了我們手上 這一波在打進的話基本上就 很難應付啦 我身上是有個大招在的 早川又去找火神挑戰啦 但看起來是失敗了 不過地板球他居然自己又撿起來了 日向找到一個機會 這一球 還好籃板有我掌握 趕快繞出來 今天的我進攻是很有極限的 沒事就別找我進攻啦 這一球籃板彈了出來 早川的大招又有啦 天啊 早川這個不到30秒吧 又開了一次大招 看起來能量真的累積很多 瞬間比分來到了5分的差距 對方一定非常的著急 結果我們三個人都沒蓋下來 這個早川直接溜了進來 比賽剩下最後的26秒 日向出手 這一個籃板 應該沒問題 由我們輕鬆拿下 趕快把球傳給日向 他現在還有光啊 最後一口氣 投完之後直接沒光 4-3 yes good 哇最後的一個三分蛋啊 投完的時候當下直接沒光啊 看一下我們早川直接去找水護部 就這樣緊緊的 看著你看著你 母不專精 哇超級服務員啊 一有人手抖一下想吃東西 馬上就塞到嘴裡 但很可惜呢 這個火神這一球我沒蓋下來 剩下最後的8秒鐘 應該輕輕鬆鬆就 哎其實你是可以投的啦 反正還有4分差 沒事早川要灌籃了嗎 沒有 大家居然選擇把這個時間給拖完 厲害啦 啊那這一場呢 雙方的這個防守 不能說雙方啊 對方大概只有火神 真的是蠻會守 而且都真的有在看 還有在看那個站位 啊我們家的 這個早川啊 也是很猛了 真的很猛 蓋了6個火鍋 這一場我們直接蓋 10火鍋啊 太厲害了太厲害了 好了那今天這部影片就到此 結束了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了 拜拜 還是那些人 誰啊 我 provinces之間 我lichen euch 我是一個回來的